引申中原大學神秘的蝙蝠實驗室 專精冠狀病毒研究的陳怡寧教授 每年都會帶著團隊 全部武裝深入蝙蝠洞 看到這邊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衣服跟你的外面 可以做一個隔離的一個動作 防護衣穿好穿滿才能入洞 因為採集檢體的過程 也是最容易變病毒感染的階段 洞裡蝙蝠越多 防護層級就拉得越薄 瑞芳的蝙蝠洞 是台灣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珍貴的一個蝙蝠棲息地 所以在7、8月的時候 達到最高峰的時候 甚至可以到50萬隻 這麼多的蝙蝠在那個洞裡面 北部濱海公路 海濱隧道行 只要看到蝙蝠出沒 減速慢行的告示牌 就代表你已經到了瑞芳蝙蝠洞 東南亞最大的蝙蝠服繁殖地 換句話說就是蝙蝠的產房 每年4月開始 中部以北的蝙蝠服就會飛到這裡 生產富裕後代 2017年日本學者更親自來台 與台灣眾學者齊聚瑞芳 共同採集檢體 深入調查蝙蝠數量一重原因 當時大家穿得有如太空圓 尤其頭部特別保護 因為蝙蝠的黃金才是最毒 所以我們穿的就是一般這一個 畜牧場採樣的這一種 拋棄式的全身性的保護衣 這些糞便所產生出來的甲腕 或是有毒的氣體就會滿多的 糞便裡面的這些病毒 細菌量也會比較多 我們的冠狀病毒它最喜歡的地方 是我們的呼吸道的黏膜細胞 還有或是消化道的黏膜細胞 痰 或者是口水 或者是我們的糞便 是病毒量是最多的地方 這個是從野外採集的 蝙蝠分辨樣本 然後我們會保存在 核酸保存液裡面 仔細保存的蝙蝠糞便 經過層層分析 分離出病毒株 這才發現台灣的37種蝙蝠裡 真的有冠狀病毒的存在 台灣的蝙蝠族群裡面 有六種不同的冠狀病毒 有兩種的話 可能會跟感染人類的 SARS冠狀病毒 還有感染人類的MERS冠狀病毒 在基因序列上有類似的地方 攜帶類SARS及類MERS病毒的 就是台灣特有種蝙蝠 名叫台灣小提皮膚 頭體長約5公分 展翅後可到24.2公分 體重才4.5到8.5克 在中南部的隧道 礦坑 灌溉渠道裡 都能看到牠們的蹤跡 但蝙蝠血液確實 是研發藥物的重要關鍵 蝙蝠抽血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一樣 就是去測試我們蝙蝠血液裡面 有哪一些病原菌的一些抗體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 把血液收起來之後 我們帶到實驗室 就可以去做血腥瘀的一個研究 從蝙蝠血液分離出血清 利用冠狀病毒的蛋白質 當作抗原 一旦找出抗體就相當於找到 治療藥物的雛形 蝙蝠它特殊的地方是 某一些病毒感染了蝙蝠之後 它可以待在蝙蝠的身上 不會造成疾病 蝙蝠是唯一會飛行的哺乳類動物 飛行時代謝速力增快 體溫跟著攀旋到40度 相當於人類的高燒狀態 而高溫引發體內的免疫反應 同時抑制病毒還能快速修復DNA 長期演化下來 蝙蝠們壽命超長 台灣有記錄最老蝙蝠 41歲相當於人類的100到200歲 氣候變遷與環境變異 改變了動物與病毒的生存模式 心情疾病與疫情不斷演化成形 以長長人類與病毒的角力戰 未來恐將循環上演